其實這兩年包括了在我們在守護在地守護 其實在台中很重要的就是大杜山 那過去大杜山這邊剛好在縣市合併之前 這是台中縣跟台中市的一個縣市的交界 那這個縣市的交界呢 就會讓台中市把這些不要的 比如說垃圾啦工業區啦 這些都放在這個地方 那台中縣也是一樣 然後就造成了大杜山其實受到很嚴重的破壞 那大杜山這邊的森林的破壞的主要原因 也包括了人為的開發 第二個最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人為的火燒 就造成整個森林被破壞掉 或者是退縮掉 那我們這次呢在這兩年 我特別的帶了我們的這些服務的團隊 包括了我們研究的助理呢 這志工到大都國小進行國小的城堅的這些生態的教育 那也在大到國中也配合他們的屬級輔導來進行這些教育 那主要的原因是我們透過這些教育 然後從小扎根 當然我們對於政府的這些環境的政策 我們可以進行一些立即性的監督 但是更長遠的是 因為呢這些開發的這些利益團體也好 或者是地方的明代也好 他們畢竟也是都是在台中這個地方 或者是在大杜這個地方 是土生土長 或者是他們的故鄉也都在這個地方 那過去可能對於自己家鄉的不了解 或是認識的不夠呢 他們都引進了很多的所謂的開發的問題 或者是這些建設的東西 就逐漸的就把這個寶貴的這個山林跟森林就這樣破壞掉了 那我們想說急的事情往往都不重要 那重要的事情往往不急 其實最重要的其實是我們對於下一代的教育其實是最重要的 那這些孩子你看他們現在將近十三十四十五歲 國中生再過五六年他們也成年了 那也就是說其實孩子長大很快 那透過這些教育的過程當中 他們可以透過他們可以了解自己的家鄉 具有什麼樣的特色面臨什麼樣的問題 他們具有思考的能力思辨的能力 慢慢的呢我們其實要改變這個社會 或者改變這些環境的問題 其實我們只要在各方面一起努力 那從現況的政策的監督跟長遠的社會的教育 我們齊頭並進的話 那我相信對社會的這個良善的改變呢 是指日可待的 謝謝